我们到今天仍然是讲生命记 生命记大家都知道 摩西是对以色列人 第二代准备入加南地的以色列人 他们一个教训 去到在这里 生命记十三章一到十八节 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这个教训可以影响到以色列人 他们存亡的一个教训 因为以色列人之所以成为一个很独特的民族 就是神特别呼召他们 要他们专心倚靠神 专心去仰望神 做神的子民 但是第十三章这里就是讲到 他们这个群众 他们这个民族 可不可以继续去存在 继续去做神要祂做的使命 这个就是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就是 他们将会面对偶像 很多的人有 很多的一些不同的势力 不同的力量 拉扯他们去拜偶像 不去拜至高至真的真神 因此在十三章里面 那些卷书是交分以色列人 就是他们要严防偶像 而神要求的他们就是 单单的去听从神自己的话语 大家知道听从的意思就不是 左以入又以出那些 那些不算听从 听从是听命于神的 神说要你去就去 要你停就停 要你生命里面有改变的时候 就是要改变神要求我们的事 透过神自己的话语 圣经 透过圣灵对我们说的话 我们是要听从 要跟祂的吩咐去做 这个就是生命记第十三章 祂所教导我们的主要信息 有时我们会说 生命记他们是说摩西时代的事 这个比秦始皇还要早的 一段的历史 跟我们有关 是有关的 是很密切有关的 因为现代人其实不知不觉 都将偶像放在他心里面 有时放到他不知道他拜偶像 我们说拜偶像就是 有一些东西是代替了神 有些东西将我们的精神 注意力都集中在那样地方 不是集中在神那些 那些我们错过的对象 就是偶像 因此大兄姊妹 我们心里面 很可能有很多的偶像 我们都不知道 去求神 念吻我们 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神 在借助摩西的一段的说话 如何提醒我们 好好地去做主的门徒 听从主的话语 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是一个争战 有时的争战是很猛烈 一埋牙你就知道要打了 但有时的争战是默默地来的 在这一章的经文 都有不同类型的争战 那我一会儿去看经文的时候 又会看到 所以 弟兄姊妹 神很爱我们 给耶稣基督 做我们的救主 救熟主 天父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有儿女的名分 这个的新药 这个的药 对我们的生命是有要求 要求我们单单地去顺服主 我有个朋友 是我同学来的 他就告诉我 叫我和她的丈夫吐告 她的丈夫其实我也很熟悉 她说她一天到刻 拿着手机 在手机他注意什么呢 就是股票行情 他说岂有此理有一次 他们旅行去到一个很美丽的雪山那里 雪山上面 观赏这么美丽的景物 他竟然又拿起了手机 又在那里看看 他那些的筹资 是投资成什么样的样子 他的心在哪里呢 他就叫我 帮他的先生统共 他不希望他先生的心 在钱 在马门 在他成就那里 这个已经成为了他先生的偶像 弟兄姊妹 不知道我们生命里面 有没有这些偶像 在我们的心里面 愿意神怜悯我们 好 我们一起读 这十八节的经文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 或是作梦的起来 向你们显个神迹其事 因为这事我说 你们神 思念你们 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 爱耶和 你们神不是 你们要信从耶和 你们的神 敬畏他 谨守他的戒命 听从他的话 侍奉他 专靠他 那先知或是那作梦的 既用言语 勃役那 你们无出埃及 孝着你们 耶和 要生意 耶和華理神所吩咐的道 你便要將祂致死 這樣就擺盡了你的同胞弟兄 或是你的疑慮 或是你懷中的差 或是遇同你聖靈的朋友 要暗中引用你說 我們不知你 你越早所吩咐的別人 你四周內 無論是離譚客 離離遠 從地到地那邊的神 你不可依從祂 但不可聽從祂 難不可顧識祂 不可念出祂 也不可遮蔽祂 總要殺祂 你先下殺 然後眾人眼下 將祂致死 用石頭打死祂 因為祂想要勾引你 離開你 在及地歸老之家的 耶和華理的事 你識裂眾人都以為 就不敢在你們中間 再行這樣的惡了 在耶和華理神所賜 你居住的各聖宗 你若聽人說 有些匪雷 從你們中間的一座聖宗 從你們中間的一座聖宗 你從我身上的財物 都要堆積在街市上 用火將死我所賭的財物 都在耶和華理神前消災 那盛周圍文化 不可再建造 那我當委的物 練一點都不可顛你的手 你要聽從耶和華理神的話 遵守我無所賭的財物 但耶和華理神難中 可惟正的事 耶和華就必轉意 八法別路 等待你 練須你 趙拉拉 我所賭的財物 善你能數增光 以色列人在準備入加南的時候 摩西對他講的 一篇的講道的其中一部分 在這裡其實以色列人 面臨一個什麼的挑戰呢 就是在加南地那裡的加南人 其實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工作 耕種 甚至是城市的文化 各層面的東西 都是相當成功的 相對以色列人 他們的生活是穩定的 而他們又拜很多加南的神子 這些神對於以色列人的挑戰就是 是不是就是祝福他們生活好的呢 因此 摩西要在他們入加南地之前 好好地去準備以色列人 因為面臨的挑戰 可以使得以色列人再不是神的選民 以色列人再不能夠去承擔 神的整個救贖計劃裡面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步 神是忌邪的神 所以在經文裡面 你看到三次連續到說什麼呢 就是神沒有辦法忍受他們 拜偶像 神會對付他們 會殺他們 連續三次 很嚴厲地告訴他們 神不是很興奮看這方面的信仰生活 神是忌邪的 祂要求我們就是 我們專心地愛祂 是不能討價還價的 首先我們看看 第一點就是 引誘的勢力 引誘的勢力其實是相當大的 在頭三節大家看讀剛剛那段的經文裡面 看到有些先知的出現 有些宗教領袖的出現 有些懂得解夢 也懂得發夢的人 這些人有什麼強項呢 它的強項就是他們能夠行神職其事 大家知道神職其事 就是說我們一般人 是不能做的事 是超自然的事 而這些宗教領袖 其實是假先知、假宗教領袖 他們誘惑以色列人 他們將會帶他們離開神 因此 摩西就要警戒他們說 你們要神防那幫人 雖然他們有行神職其事的能力 有他一定的神力 但是徹徹要記住 他們行的神職 不是代表他們所說的話 所帶你走的路 就是神的說話 就是神要你帶你走的路 對很多人來說 這些人有一些權威 因為它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影響到我們的財富 影響到我們的生命 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有些未信的人去到你家 他們就說 有些位置要擺好一點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這類的說話 他們這些人是信風水 當大家聽到這樣的說話的時候 心裏面有沒有一些搖動 他說動一點點東西 可能你們會沒有那麼多病 你怕不怕?動不動? 當然神要求我們的就是 我們不是聽這些說話 我們是聽神的話 這個神對我們的要求 但是對以色列人來說 你看到在他們的歷史裡 在他們一路抗野 走那條路去到應許之地之前 他們都常常受到這些的引誘 引誘他們犯罪 拜偶像 入到嘉南的時候 他們的挑戰更加的明顯 因此 摩世在十三章要警告他們說 不要拜偶像 不要受這些人的誘惑 對這些人來說 其實也很正常 想生活有好處而已 那我又拜耶和華神 又拜其他的神 跟其他神有多少交易 祂給我一些好處 又很正常 但是神沒有讓他們 留任何的地步可以做這些事情 神是很嚴肅地對他們說 你不能這樣做 雖然我知道你想認同他們 但是 神其實是排他的 你只可以敬拜的就是耶和華神 不能有其他其他的扭像 在這章的經文裡面 你會看到 他特別說 以色列人將會拜的一種神 是甚麼神 跟他們沒有關係 經文裡面說 你們不認識的神 不認識的神 其實原文的意思就是 跟你們沒有任何關係 你們沒有經歷的那些神 你們就去拜祂 其實為了甚麼呢 為了自己的好處而已 但是以色列人 在抗野的時候 和在將來加納 這是他們的很大的挑戰 我們反省一下 我們會不會有這些引誘的時候 其實在問一件事就是 我們和神的關係有多深 經文裡面說到第二種的人 去誘惑他們 引誘他們 是甚麼人呢 如果大家記得裡面的經文 由第六節開始 就說 其實是你的親戚 是你的兄弟 是你的兒女 是你懷中的妻子 是你所愛的妻子 是你的知心的朋友 生死之交 經文說 他們這些人會暗中引誘你 有些人呢 如果是親戚的時候 會強迫 強迫 我那時教書的時候 曾經有個學生 走來跟我說 他說 我爸爸說 如果我相信耶穌 他會把我踢走 因為他第二天 他離開的時候 沒有人給他燒東西 他會餓死的 那他問我怎麼做 他說 這件事真的要很小心處理 你和父親多些講假 告訴父親 你很孝敬他 很孝順他 你會尊重他的 他不用擔心 我教他怎麼說 最後他沒有拜偶像 沒有拜祖先 最後他仍然回到團契 可以做基督徒 但不容易 但有些最親的親人 最親的朋友 他們有時對我們的影響 就是笑一下你回教會 笑一下你信得那麼迷 或者他不知不覺就做給你看 希望你參與一下他的活動 我一個朋友 他在基督徒化的家庭長大 他的名字也是個基字 當他娶妻的時候 他娶了一個拜佛的人 你不知不覺 他的生命就變了 他就去拜佛 而且他拜得比他的太太更加迷 這就是家人對我們默默的影響 經文說 暗中的人有我們 這種的力量是相當大的 所以我們要小心 周圍的 最親密的 和你關係的人 他會不會有些事情 很可能是和神的教訓不一樣 我是要帶他好 不是讓他帶壞 好 經文裡面 從第十三節開始 講到另外的一類人 經文裡面說 匪類 形容這些人是匪類 他從其他以色列人的城市 跑去另外一個城市 就用各種的方法去誘惑他們 破壞他們的信仰 這種人他們的推銷能力特別強 強到形成一股社會的力量 使得很多人都去拜這個偶像 拜那個假神 他們的影響力影響到社群 因此摩西說 如果你遇到這些事的時候 要去查查一下 去徹底查明的真相 然後就說 如果他們真的這樣做的時候 就要殺了他們 要將他們所有的東西 堆在城市的中間 一把火燒光 其實當我們這樣聽的時候 我們知道 神對拜偶像的罪 是非常嚴厲 因為大家都知道 神是忌邪的神 他又會問 在現今這個世代 會不會被人 因為拜偶像被人扔石頭呢 當然不會 但是神對這件事 是看得很嚴肅的 是沒有改變的 如果我們心裡有偶像 如果我們拜偶像的時候 神必定會懲罰 大家都說 會不會這麼厲害 其實會的 神是會很嚴重的懲罰我們 如果我們假裝偶像的話 你又會說 其實魔鬼的力量 是否真的這麼厲害 在我們社群裡 都會影響得到 現今這個世代 我也看到這些事 可能大家都聽到 成功神學的幾個字 成功神學就說到 神的首要任務 要我們今生裡 得到神的祝福 神就在經濟上 在身體上 在人際關係上 事業上 家庭的關係裡面 都會祝福我們 只要我們來教會 好好地敬拜神 我們去奉獻 這樣我們就得到 神在我們世上 賜福給我們 有這種的看法 我們叫做成功神學 在我以前住的省份 有一個城市 叫做侯斯頓 這個教會成長得很快 一直增長到現在 有六萬人的教會 這間教會 他們的牧師 他們的師母 就會教 講一些話 我查出來的時候 有一次說到 就是 為自己的緣故 做得好 那他們裡面 就是怎麼說呢 上帝 是因為我們快樂 他就會高興 當你去到教會 那裡 當你崇拜祂 你要好好地做好 你做得好 神就會賜福給你 你來到教會 不是為了神 而是為了自己 這句真是 所以我們為了自己的緣故 我們去敬拜神 神會開心 我們也會開心 大家聽的時候都知道有問題 但是這間教會 竟然可以增長到五六萬人 很奇怪 但是這些影響力 就是在我們社群裡面 一路散開出去 成功的神學 而令至他教會 增長的教會 是非常之多 我們要小心去防備 就是在社會裡面 對我們有一些影響力的 是很深很深的東西 我們要防備 我們看看這群人 去拜偶像的時候 摩西告訴他們 拜偶像會有什麼結果 大家都知道 以色列人 是跟神有一個盟約的 在經文裡面很清楚 比如第五節 第十節裡面有說 神救贖以色列人 離開圍奴之家 離開埃及 去到應許之地 摩西很強調的就是 神在這個盟約裡面 神賜你很多恩典 我們要怎樣回應呢 盟約是一個 聖經裡面的盟約 是一個能力大一點的神 比我們能力大的神 祂給我們的祝福 但是祂都要求我們回應 如果我們的回應是拜偶像 那就是錯了 神要求我們 做祂的指問 好好地聽祂的話語 守祂的戒命 這是神對我們的要求 但是拜偶像 就是神會很嚴肅地去對付 所以在經文裡面 我們會看到 祂提醒他們 不要這樣做 因為這樣做的時候 會破壞這個盟約 這樣做的時候 民族的安危都會受影響 神自己的計劃 也都要被祂打亂了 以色列人 他們可以繼續生存到今天 其實神的話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他們賴以為生的基礎 因此如果他們拜偶像的時候 神會嚴厲地懲罰他們 在經文裡面有三個地方 譬如第五節說到 會殺死他們 第八、第十節 會說到 用石頭丟死他們 而且不同的人去丟死 到十五、十六節說到 神會殺盡他們 會將祂所有的東西燒盡 我剛才都說過 在今天這個時代 如果我們拜偶像的時候 神懲罰的方法是不一樣的 但是神不會輕輕地放過 神是公義的 也是慈愛的 而今天是比較講祂公義的一面 但是神給了很多機會我們改變 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 神是給他一次又一次一次一次的機會 但是當祂講到律法的時候 祂很嚴肅地說 說你違反最底線 在十屆裡 第一、第二屆 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 有一群人拜偶像 他們所犯的 第一、第二屆 第一屆是 除我以外 你不可有別的神 當祂拜偶像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有別的神呢? 有 他們會不會對神效忠呢? 當然不會 第二屆就說 我們不可以雕刻和敬拜偶像 這個也是很明顯的 在這張經文裡說到 有很多以色列人 甚至是我們今天 坐在這裏的弟兄姊妹 或者是有人 心裡還有偶像 讓我們知道 我們心裡有偶像的時候 我們願意除去這些偶像 我們看看現代人 他們拜偶像 其實有些什麼呢? 在1942年 有一個很出名的神學家 C.S. Lewis 他就說到一本書 《地獄來雄》 就是一個魔鬼的比較重要的人 比較有經驗的一隻鬼 對一個比較沒有經驗的鬼 是說如何引誘基督徒去犯罪 也如何將偶像放在他們心裡 其中一件事他所說的就是 有些什麼偶像呢? 就是他們覺得自己很聰明 很自滿、很自負 他的能力很高 他的才幹也好 經歷也好深 或者很美貌 他覺得自己是超人一等 這些人其實他的偶像 就是一個自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犯的 以自我比其他人厲害 我的自負 看輕一切 這就是我們的偶像 一個年輕人 他有一次跟我說 我是天下最強 我笑一下吧 他是半開玩笑半認真 因為他讀書也很厲害 很多東西都很厲害 他做工程師 他在事業上也很厲害 他告訴我 他天下最強 在希臘的神話裡 有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一個很年輕、英俊、貌美的男人 他很欣賞自己的容貌 所以很想賭影看一看自己的容貌 他就去到河邊那裡 一路去欣賞他的美貌 越來越近 終於浸死了 他死了之後 他就變成了一棵水仙花 水仙花的英文字 和自戀的字是非常相似的 有些人 我希望不是我們中間的大英姊妹 覺得自己真的很厲害 我就是知道最多 我就是擁有真理 希望大英姊妹 我們要留意 這個就不知不覺 將自己變成了偶像 我們看自己重要的神 我們去敬拜神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是用我的標準 在美國政壇現在正是出現一個很出名的人物 他都很害怕他會不會做總統 因為他說什麼呢 要解決美國的問題 唯一我一個人可以解決 他一個人可以解決 自我澎湃到一個很高的地步 其實我們看重愛自我 一方面 儒家的思想要教導我們 就是我們要謙虛 也要拜登自我 但另一方面 其實儒家思想都充滿了人民主義 裡面都說到 我們要做一個君子的時候 要怎樣呢 就是內聲愛王 我們可以操練自己的時候 我們作成的功夫 我們可以發展我們自己的道德品格 我們的人格是被人尊崇 可以成為聖人 他們認為他靠自己的力量 可以改變他的生命 這種思想 其實很多時候 不知不覺的影響著我們的文化 影響著我們的做人處事的方式 所以當大家看看 華僑去到東南亞 為什麼這麼勤力呢 為什麼他們這麼拼命賺錢呢 這種儒家思想都會不知不覺影響他們 他希望他自己有成就 大兄姐妹 我們活在這個文化裡面 很自然的 我們是一代全一代 我們很希望我們的子女也有成就 在香港大家都知道 如果放榜的時候 入小學、入中學 最激動的 很多時候不是子女 是父母 在電視裡面看到哭得最厲害的 很多時候就是父母 不是他自己的子女 我們的子女的成就 會不會成為了我們的偶像呢 我花一切的心思就是 會令到他成功 其實我愛吃子女是很正常的 希望他以後生日得好也很正常 但是那個問題就去到一個地步 如果這件事 重要性大於我去敬拜神 大於我去跟神 建立一個親密的關係的時候 這個已經成為了我們的偶像 等著妹妹我們不希望你們有偶像在心裡面 神是很愛我們的 神一定會讓我們子女有最好的安排 如果我們是敬虔、敬畏神 守神的戒命、守神的說話 不用擔心他們 神會用我們好好教他們 不用擔心他們 可能大家覺得很難 真的不用擔心 偶像另外還有一種 在現今的社會裡常有的就是 我們要滿足自我的慾望 在經文裡面有這麼說 CM是保羅的書信 是《肥立比書》三章十八、十九節 我讀給大家聽 因為有許多人行事 是基督十家的仇敵 我屢次告訴你們 現在又流淚地告訴你們 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 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土福 有一批人 他們的心理的慾望 心理的慾望 就成為了他們的神 他們為了那些東西 神也不太重要 要滿足了他們的慾望 所以保羅在《肥立比書》就說 這些人 他的神是自己的土福 我們會不會很重視 很重視我們的慾望 可以達到呢 包括的就是 食 包括就是權力 包括是性 這些東西會不會纏繞著我們 捆綁我們 使得我們不能夠好好的敬拜神 使得我們沒有專業和華為性 這個是在挑戰大家 我最近看報紙 就是有很多人 年輕的為主 但是也有些年紀大的 在玩一個遊戲 Pokemon Game Pokemon Go 很難翻譯 《精靈倒可夢》 我在看那些上網 看他們怎樣迷法 怎樣成癮的時候 有些人 就是因為這樣 衝進別人的居住的範圍 這樣也可以 那個業主 就用水猶射他 要他走 他都不肯走 他站在旁邊 希望那個業主 就走開 他又走去捉 那些小精靈 這些我在網上的片段裡 我看到 也有人是因為玩Pokemon Go 就是有意外 這些都是很可惜的事情 其實我講這個例子 就是說什麼呢 人是很多時候 他生上的一些慾望 他想達到的時候 他就會沉迷 我沒有玩過這個遊戲 我不知道可以怎樣沉迷 但是 以前有時候都會試過 玩過一些很簡單的遊戲 當日玩遊戲的時候 就很想贏 那太太就出現了 你玩了很久 也不覺得玩了很久 那你跟著我用的方法 就是什麼 整個遊戲都刪除了 不用玩 因為這些是有一定的引誘力量 那些人 土福 食物 其他的生命裡的慾望 有很多時候我們很希望達到 達到一個程度就是 我們忘記了神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 可以成為我們的偶像 我只是舉了幾個例子 願意這些偶像 如果有的時候 大家知道怎樣面對 靠神的話語去面對 我們看看神的要求 我們是什麼 神的要求 在經文裡面就說 我們要盡心盡盛去愛主 在第四節說得很清楚 我們要盡心盡盛去愛主 然後也有說到 我們要聽神的話 第四節第十八節 都是說到 我們要聽神的話 聽從神的話 然後說到 你不要聽其他的話 聽從神的話 也是這張經文主要的字 原來去對付拜偶像的誘惑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兵器就是 聽從主的話 聽從主的話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神的話語在我心裡的時候 我去一路思考 思想 究竟跟我有什麼關係 深入去思想 不只是字面的思想 神要我有些態度 要我有些價值觀的改變 我願意去改變 這就是聽從的意思 我們的改變 不一定是表面的改變 很可能連我的價值觀 都是以聖經的價值觀 成為我們的價值觀 這就是聽從的意思 當我們願意這樣聽從主的話的時候 我很肯定告訴大家 我們心裡就有平安 我一次問一個以前的學生 他考試真的很聰明 很聰明 很聰明 我問他 你每次得到成績表的時候 你快樂多久呢 有時候一個小時左右 一個小時 整個學期的努力一個小時 但我跟著呢 又要去努力讀書 保持我江湖地位 世上的引誘 其實很多 這些引誘 可以給我們 可不可以有永恆的滿足呢 聖經裡面很清楚的就是 這些人只會沉淪 我們得到永恆的滿足 是神自己 和神的話語 當神的話語入了我心裡的時候 我就得到滿足 無論周圍的環境有多差 無論有多少的迫白 身體有多少的疾病 我可以因為神 而使得我得到滿足 得到平安喜樂 是否真的 是真的 試一下去經歷神是多豐盛 神是會給我們 其他的東西已經沒有什麼吸引力 神自己就是最大的吸引力 他的話語吸引我們 我們和神的關係 是吸引我們 每天走和神一起 和神親近 弟兄姊妹 這個就是我們 要做一個忠心滿途 我們所要做的 守神的話語 守神的戒命 我們不要讓其他東西 把我們的注意力拿開 沒有東西可以取代神的位置 講到這裡的時候 我講到最後一點 大家真的要細心思想 很多人問大家 你生命裡 優先次序如何擺放呢 有些人說 第一是神 第二是家庭 有些人說是教會的生活 第三是甚麼呢 有些人說是事業 有些人有不同的排法 但通常都是神、家庭、教會 然後他自己的工作、事業、成就 當我這樣聽到 基督徒的生命排先後次序的時候 我心裡就有一個想法 很可能是不對的 很可能不對的 因為神怎麼可以 跟我們家人 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職業 去比較呢 神要求我們的就是 完全地去聽祂的話 遵行祂的話 跟其他的事是沒有得比較的 當我們遵行神的說話 神所賜給我們的家庭、事業、教會裡的生活 神知之然然就會帶我們 怎樣去處理這些事 沒有得比較的 神就是我們的王 唯獨他是王 等弟兄姊妹 我們的生命裡 有多少是願意給神作王 如果沒有完全的時候 神是不滿足的 神要求我們整個人的獻上給祂 我們每天都要釘十字架 好好地去跟隨神 釘十字架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不是舒服的 我們釘十字架是辛苦的 但是 神給我們在永恆裡的獎賞 是我們沒有辦法可以形容的好 我們求神給我們 成層的弟兄姊妹 是成為一幫有感染力的門徒 愛主的弟兄姊妹 一幫有力的子民 我們一起祷告 神是我們感謝祢 祢如此愛我們 祢在十架上為我們犧牲 祢用祢的補血去拯救我們 神是你的心意就是我們緊緊地跟隨祢 神是願意我們每天的生活 都是以主來作王 我們緊緊地跟隨祢 神是祢知道我們的軟弱 知道我們的不足 求祢加力給我們 祢的靈在我們生命裡工作 讓我們能夠分辨到神 你自己的話語 你的真理 我們能夠抗拒這個世界上的人有 我們做主你忠心的仆人 祝福我們這幫弟兄姊妹 願意他們經歷到你所賜的喜樂 所賜的平安 我們這樣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聖命求 阿們 我們去找主要找主要方 我們來找主吧 祢找主要方 我去找主 我們去找主要方 祢做主要方 而我們去找主要方